休斯顿市政府27号召开一连串市政会议 包括在市议会大厅表扬家具店老板节目 以及休斯顿最古老的黑人家庭 80多岁的Bostick也接受获奖 另外美南新闻记者也采访市议员捷克克里斯 为观众解说中美贸易战争话题 来看下面的报道 在休斯顿人们印象最深的商业广告应该是 Ballery Furniture的那条Save Your Money 30多年来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 而广告上手拿的现金做招牌一跳的动作家具老板 节目已经变成了一位老人家 跳不起来了 3月27号在市政府的议会大厅 经议员们的讨论通过 颁发一条奖状给吉姆 表彰他在哈维飓风期间的一举 看到大水淹没学校之后 节目以及他的Gallery Furniture 捐献了大量的教室桌椅给不同的学校 以便学校能够尽快恢复正常教学 另外 Jacklyn Bostick已经80多岁了 她代表她的家庭在市政府的议会大厅接受颁奖 这个家庭是休斯顿最古老的黑人家庭 家族中历来对休斯顿又借出贡献 包括她在本地的基督教会的事工 后来用他们的家族名字命名了一所中学 YES High School 美南电视新闻主持人邓润金 在市政府的一幅世界地图前采访了杰克克里斯提 在谈到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时 克里斯提指出 贸易战那是总统的讲法 而美国民众不需要什么战争 两国贸易的不平衡 要用发展贸易来解决 中国需要美国的货物 美国也需要中国的货物 这种需求并不会因为贸易战而开始减少 就在3月27号 两国政府官员开始接触 谈及有关问题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下期再见